其实这两年大静除了比赛就是休息的时间也会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啊电视剧的拍摄啊 就这种身份的转换你觉得对于你当一个运动员来讲会有会有视野上的角度上的变化吗会有帮助吗 还只是说它是一个闲暇时间的一种放松 首先我觉得我们我是从18年之后开始这个这个啊走向社会走出来走出来我们这个运动员很狭小的一个一个范围一个圈子啊当你出来的时候会发现哇天哪自己就是一个俗话说小傻子傻子生活的比较简单生活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太太局限了思维局限事业局限 啊当你出来之后会发现哇天哪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很多不懂的地方很多很多然后很多东西没见过而且我也我其实很感谢这个经历能让我从一个运动员的身份转化为各种各样的一个角色 嗯我觉得运动员是让我实现梦想是让我达到自己的一个愿望的一个职业所以但是其他的我参与的这些这些行业 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我们不能去参加我们只觉得可能更让我们更加去学习的东西更多 啊世界更加宽阔并且我们在闲暇之余我们去多多的去去接触啊去接触这样的环境接触运动员之外不一样的一些事物 对我个人来说是是有所提升和提高的啊我会我会在我训练当中其实我还会去去去去想更多东西啊 呃你因为你会把这些你见过的东西跟队友去说让他们也觉得哇外面世界不仅仅只有滑冰也不仅仅只有奥运冠军 我们还可以做更多有意义和更多自己提升自己的一些事情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真的很享受 因为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是说呃参与了我真的是在在各式各样的节目当中学习到很多很多 以后呢 也각说 会 Peters准备 提自动生的体育 但是课以操状